嗨 大家好 我是菇 我要出現了 大家想不想加入馬宿舍啊 再次挑點 你都要拿給我 好嗨 好嗨喔 接 接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這一集又來到了北海道的大學巡禮 今天我們這一集來到了北海道的洛農學員大學 那我們今天邀請到了也是一個台灣的留學生叫做Hawking 那他今天就當我們的地培 請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Hawking 然後我現在是洛農學員大學的 獸醫保健看護學系的四年級 今天就是想來看一下他的這個留學生活 那特別他是獸醫系嘛 今天會帶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你怎麼照顧這些動物嗎 對 沒有錯 然後我剛剛有稍微逛他們這個校園 有看到很多動物 有什麼動物呢 牛 馬 還有豬啊 羊啊 這些我們都有飼養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科系是屬於獸醫領域的 所以這些狗跟貓 我們學校也都有一定的數量 然後再讓我們做實驗 或者是那個學習如何照顧他們 那今天就帶我們去看一下這些動物吧 是的 沒有錯 大家好 我是菇 我又出現了 然後今天因為就是本來跟Hawking他們就有認識 然後他們的學校聽他們的描述 就會覺得說很像一個日本的動畫叫影之池 就一個這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就一直很想要過來他們學校看看 然後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也來當當小幫手 然後順便參觀一下他們學校 那你們學校有開放這些遊客進來嗎 基本上你要進來散步什麼的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可能像那種田的部分啊 然後還有一些牛舍之類的部分 那邊是需要許可才可以進去的 所以就如果想要來參觀的朋友們呢 就稍微注意一下 OK 那我們就繼續參觀一下你的校園喔 好 Let's Go Go 請問一下他們這些學生在幹嘛 這邊是我們一年級通識課的一部分 然後我們會一組分到一塊地 然後我們要自己去把這塊地 更成可以種植作物的狀態 然後自己決定要種什麼東西 決定澆水的頻率等等的 到最後面大概夏天左右我們會收成 然後收成之後 再把這些收成起來的作物呢 做成一份報告 這個學習這樣子做下來 我們種了哪些東西 什麼肥料之類等等的 跟大家介紹 然後我看到這一個開心農場有蓋了黑布 是要幹嘛的 這就是我們會把土堆集合起來 然後蓋這黑布是防止那個雜草長出來 會影響到那個我們的作物的成長 現在要帶我們去看什麼呢 我們接下來就帶你們去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牛的放牧場 我們今天沒有取得許可 可以沒辦法進到裡面拍攝 但是可以在外面可以看得到裡面有些牛 學校裡面有放牧場喔 對 你看前面有些學生在實習喔 老師帶著 中景象真的台灣很少 是啊 然後其實在牛舍的我還以為這邊 其實有一些藤架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這邊其實 接下來會進入到那個種植葡萄的階段 然後呢這些葡萄會有學生來種植 所以我們收成之後呢 交給那個釀酒廠 然後他們就幫我們釀成特製的葡萄酒 OK 對 那北海道啦 就是地廣人稀啊 所以北海道是日本的一個糧倉 糧食的倉庫 它佔了日本的糧食的四分之一 所以呢 北海道有很多這些大學 在教這些學生 如何這個飼養這些動物啊 然後一些農耕怎麼種出更好 然後更漂亮一些農作物之類的 那邊走 沒筆進來 沒筆進來 校園裡面有馬術布耶 太特別了吧 哎呀 站前方就有一隻馬被放出來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到我們這邊是我們學校的馬術社 然後 這裡都是我們學校養的馬 然後這基本上就是馬術社的同學們他們早上 會五點起來 然後幫馬這樣子做簡單的打理之後 然後呢 到我們後面的馬術場 就是騎完馬之後呢 然後最後接著上課 這樣子 就大概他們馬術社一天的行程 然後我進到了馬轎 這邊很多馬鞍喔 那這些學生啊 都在清理這些馬鞍 然後這邊呢 我進到他們的馬轎了 而且馬 感覺到蠻多的 然後這邊有馬的名字 哇 那個是馬 好多隻喔 兩隻了 哇 他們就好像不要靠太近 哇 好特別喔 馬術社 参观完之后大家想不想加入马宿舍啊 但是条件就是四点就要起床哦 这个马都照顾得很好耶 很强壮的感觉 马宿舍的同学们很认真 很认真在这个对啊在这个哇 好乖哦 动物看它的毛色就可以简单的判断说 它的身体健康状况 可以看毛色就看出来 大概的状况可以用毛色来判断 那你看看这一只马的状况怎样呢 当然是照顾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同学们都很用心 可以看眼睛吗 对对对 眼睛也看得出来吗 眼睛可以看它的精神状况 看样子这精神状况非常的好耶 好久不见到嘛 胸胸有神耶 然后正前方就是他们的马宿舱 而且很大 超夸张的 需要比例子吗 你有没有考虑到加入马宿舍 我真的很想加 只是每天五点起床真的是 哇 这些马宿客在台湾不知道多少钱 对啊在我们学校 当然是每年都要缴一些那个会费 但是如果跟外面也比起来 会费应该也很少 毕竟都是学生啊 对 然后这边一个肉牛的续养布哦 看起来像是黑毛和牛哦 那边有一只 看到没有 那边有一只牛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用午餐前面就是一片的农园 非常的漂亮 那这边的餐食呢好像跟北大一模一样 对就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一个协会在统一处理的 Corp的一个协会在处理的 所以他们基本上餐店会很类似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季节限定 一些特别的拉面或者是动饭这样子 现在是中午午餐时间 你看这些大学生就在草地上面 蠻多是在吃章鱼烧的 哇 好青春好校园喔 让我好羡慕喔 那我们现在要来参观他的戏所吗 对没错就是我们看戏器主要都在这边上 然后里面也是有养我们系上的十七犬 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小狗咯 然后这边有四只狗欸 对这四只就是我们现在系上面在照顾的四只十七犬 然后等一下会主要会跟大家介绍的这只十七犬 好 然后像我们在照顾他们的时候 因为我们又是轮流照顾的关系 所以我们会有这样子一个表 然后就说欸他今天中午的食欲怎么样啊 然后有什么特殊状况什么什么的 这样子欸就是详细一点的话 接下来的 照顾的人 照顾的人也会都知道说 欸他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如果接下来他身体出状况了 我们也可以追溯到说 欸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身体感怪怪的 嗯 对 每只狗会我们会给他用不同种类的那个 模式 然后再用这样子去控制说 他每一餐的量会是一样的 我们这样子来控制说 他们的体态维持在一个标准的状态下 嗯 对 那我们就把它换过来 你给我拿一点 好嗨好嗨喔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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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 会利用狗食物这样子诱导它 然后让它躲在我们旁边 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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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绕一圈要绕多一点 绕几分钟 我们 中午的话就会到这 就这样子过去 然后到那个 那个 支援回收站 然后我们就这样到一圈回来 嗯 嗯 然后我们稍微讲一下他们就是 受益西的啊 有教一些东西 他今天稍微简单的讲一下而已 对 就说像是假设 今天这只狗狗还不知道怎么做下的话 那我们会是像这样 就是 带过来 带过来 好 好 好 自然的把 那个 食物往后 往头的后方靠 嗯 为什么往后方靠 往后方靠 它的那个重心会自 就会很自然的往后 所以他们就 习惯 就会坐下 哦 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它坐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零食给它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口头上讲说 像如果中文的话就用 就用坐下 嗯 或者英文的sit都可以 就是他只要听到这个字 然后 我坐下来的话 那我们就有东西可以吃 狗狗去散步的时候 应该很多人都会有的经验 就是他们会一直想往前冲 嗯 然后在我们说呢 往前冲 那我们就利用食物的部分 把他右倒过来 到我们脚边 然后跟他讲起来 就是 后脚跟的意思 哦 然后 对 他到我们后脚跟旁边的时候 我们再给他吃物 他就知道说 我听到这个字 然后回来到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有东西吃 好 然后呢 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受益看护器跟受益器的差别 受益的话 基本上就是以治疗 就是诊断跟治疗为主 但是呢 我们看护的部分 就包含说 他的日常的 像那个健康管理 营养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 那个猫狗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需要到抽血的部分 那怎么用啊 这狗这么 这么好动 怎么让它固定 对 假设像他今天 站起来的状态呢 那 我们首先会希望他做下 然后 当然就是如果 已经训练好的话 那我们直接用 那个 指定的方式 让他要做下 这一点也是一个方法 从前脚抽血的话呢 那我们会就是 就尽量 我们会把 那个 狗或猫这样整只抓起来 然后呢 控制住肩膀跟脖子的部分 然后呢 抓住前脚 然后把前脚往前伸 然后这样子转出来之后 这里就会出现一条静脉 因为它毛比较长 就比较难看到 但是这边就会出现一条静脉呢 然后受医师就可以方便从这边开始抽血 对 这部分在临床的动物医院 非常的 参用到 嗯 对 那你们这个有需要国考吗 还是说要什么症照呢 有就是 明年开始 这个资格在日本 正式被认定成国考 就是有执照的台湾人 是动了抗护师 动抗护师 OK 分得越来越专业的 对 在台湾这并不是一个专业 其实这个蛮模糊的 就是说 抗护师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程度 是没有被规范的 所以就是每个医院 多多少少会有差异 那接下来的话就像是 帮狗狗们打疫苗 然后抽血这部分的话 接下来抗护师也可以合法的去执行 OKOK 对 那关系有点像医生跟护士吗 还是有不一样吗 对 就是 以人类来讲就是医生跟护士的关系 OK 护理师的关系 不知道要上镜头吗 好乖喔 哎呀 優秀 好乖好乖喔 乖 那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 我们老师的 专业 白话一点的就是 狗狗的刷牙指导教室 然后这个部分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不知道说 其实狗他们是需要刷牙的 所以呢 狗狗也很难理解说刷牙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很多狗是不喜欢被摸嘴巴周围的 嗯 所以像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这样子去摸 当初也是非常的 就是不喜欢被人摸嘴巴旁边 但是 到后面习惯了之后 就可以像这样子 然后呢 就算翻开来 然后看到牙齿 但是去摸牙齿的部分 嗯 其实狗狗的牙刷跟人的牙刷其实也很接近 但是就会有像这样子 那种 前面的刷头的大小也会有差别 因为牙刷 对 这样子 然后这毛也是 也有分硬的跟软的 然后这就 看每只狗的喜好 还有 看牙齿的大小来决定说 这个牙刷要用多大的 我们人类刷牙 的话 我们通常会这样子前后前后这样子刷 但是因为狗 如果一次给牙这样子的话 对狗狗来讲也是一种压力 所以我们通常会是 掀起来一点点 然后这样子去 一颗一颗 简单简单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他们的忍耐度 并没有像我们人类这么高 所以呢 短时间可能一颗两三秒 一颗两三秒 这样子 走走走 每天把牙刷牙呢 就可以降低 亚洲病跟亚结石的 发生的几率 有时候也会搭配像这样子的 狗狗牙膏喔 对 狗狗牙膏 人类牙膏 的话就会是说什么 像薄荷口味啦 或是什么的 那他们的这种呢 就像这个是鸡肉口味啦 鸡肉 海鲜口味啦 海鲜口味啦 等等的 所以就是像这种公司在做牙膏的时候 就会设计成 是可以吞下去的 然后就这样子 沾一点点 狗狗牙膏 来了 好开心 好想吃喔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也就含有预防 牙结石形成的成分 直接 喔 喔 喔 然後像这样 喔 根本在用舌头在舔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成分 裡面就已经有含防 防止牙结石的部分了 就算它只是舔掉 它还是可以在口腔裡面 有一定的功效 那 跟人一样啊 早晚刷 还是 三餐刷 欸 基本上一天一次就够了 那可能就每天固定时间 然后就花一点点的时间 帮它们刷牙 像地牙结石的发生 它老的时候 牙齿也都还可以留着 就是比较不会造成 吃饭上面的一些困扰 OK 哇今天很谢谢 带我们参观你的学校 希望这样子大家能 对于这样 不一样类型的留学生活 有更加的了解 也欢迎大家 就是喜欢中文的同学们 来当你的学弟妹喔 来当我们的学弟妹 来当我们的学弟妹 咨询一下 对 那也谢谢顾伍的参加 那我们今天影片都这样咯 拜拜 拜拜 我调皮啊 你不会晕 哪里有吗 你在这边打 我就在顾一下 嘿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回到18岁的感觉了 好久没做这件事了 哈哈 嗨 我们这个影片里面的例子 就是我们影之池 然后我们因为就是看了影之池 然后摸森的一个想要去看看 北海道的落游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旅行的行动的话 我们那个通俗会直接叫做 叫圣地巡礼 然后在学术上 我們會定義在內容旅遊 你在進行這間聖定巡禮的時候 因為你去的那些地方 有可能是他們地方人生活的地方 或是像這裡的話 就他們上課的地方 一定要遵守禮儀 遵守秩序 不要去打擾他們的生活 然後還有他們的學生生活 然後有些地方不能進去 就不要進去 那我們一起做個開心聖定巡禮 有禮儀的好粉絲